哈喽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晨8点多 这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十字路口 他们在这里举行抗议示威 我猜是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吧 我刚才看了看上面标牌上写的内容 他们是为了抗议纽约州的这个学校 把学校里的工程给了外州的公司 就是没有给本州的人呗 需要关注好的工作 为了长岛的工人 而不是外州 弄了点这个大老鼠的模型 他们在这里进行抗议已经接连好几天了 他们举办这种活动需不需要报批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刚才看见警车从这儿过也没人搭理他们 看起来哪儿的底藏都不容易 大家看看这装备还挺齐全的 他们都把车停在了便道上 不断有路过的司机在向他们鸣笛致意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请记得关注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